今天我們要展示的是機房監控常會使用到的感測器 透過HMI做呈現 後續發生狀況的話可以透過LINE推播做警報 並截圖告知事件的發生位置 機房偵測常見的感測器有 蒸煙器可用電源偵測器偵測的電力負載 煙水偵測 這裡會使用到的設備有 磁黃用於偵測門徑或是鐵箱開關的狀態 用電源偵測器來偵測電力負載 DIO2RS485將Sensor收容至控制器 控制器再將資料回傳給HMI做呈現 後續發生事件時 HMI則會透過VNC截圖回控制器 則可透過LINE通報回傳事件位置圖 我們實際展示觸發的三種事件 第一種是漏水偵測 同時間也會透過DO觸發警鈴 這時也會觸發LINE推播 並顯示發生的位置 接著是電力偵測 透過開關電燈展示電源偵測 同樣的LINE推波可顯示發生的位置 最後是打開機箱觸發磁黃開關 狀態改變也會通知LINE推波 並顯示發生的位置 評論一下